房产以外 黑钱借助影视圈洗白 也是常见的事 香港电影圈的黄金时代 一定程度上就和黑钱流入有关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香港确定回归 但香港本地的大小黑社会 手里都握着大阪的黑钱 只能洗白转型 这些黑钱的着陆点之一 就是香港娱乐业 首先香港是自由港 税收低 只要洗钱手法略为高明点 政府会睁着眼闭着眼 其次 电影拍摄过程中 涉及非常多的现金交易 比如大刀道具 场景 小刀订餐等 杂七杂八需要花钱的地方特别多 枪战片几个爆破出去 狂风乱炸下 谁也算不清花了多少钱 于是黑帮进行影视投资 也玩出了花活 不少黑钱 通过注册电影公司 投入重金拍戏 完成洗钱 普通动作片 投资源200万港币 他们却投资上千万 这些钱 花在大牌的明星 场地 置景 服装 道具上 往往不惜成本 目的就是将黑钱尽量花掉 他们也不管电影拍得多烂 只要放映就行 还有一种是小投入拍影视 说成大投入 再和影院编造一个远高于实际拍摄成本的票房数 甚至影院就是自己开的 之后再与明星签一份一元合同 只用很少一点钱 就将明星演员打发 把黑钱说成是拍电影赚的 就悄无声息的洗白了 即使是拍摄影视赔钱了 比如说投资2000万元拍影视 实际投入的250万赔光了 但做虚假的2000万票房收入 再用黑钱充当收入 就洗白了1750万 台湾学着影业的蔡松林 提及黑帮洗钱曾说过 港片有个七日仙 就是七天拍一部 这里面是很好做假账的 早前刘德华 成龙 李连杰等人 都有过被迫参演黑帮电影的经历 梁家辉在接受内地媒体采访时说 早期的香港电影公司就是黑社会 你不拍也得拍 不拖也得拖 说这话原因就是 梁家辉在越南拍情人的时候 被黑帮用枪指着 逼他去菲律宾拍戏 最后是他太太见了背后大佬 说拍完情人 梁家辉名气大长再去拍更划算 才作罢 而永胜影业 由于是新一安的老大向华强兄弟控制的 周星驰给永胜拍了很多电影 所以当周星驰要移民加拿大时 加拿大方以周星驰有洗钱嫌疑拒绝了 去年11月左右 洗米华周昌华就被爆出利用毒资 在地下强装洗钱 由于他旗下的太阳娱乐文化有限公司 联合出品了 《虎海行动没无核行动》的电影 还被人质疑利用娱乐全景洗钱 伯纳影业就此事还发表声明 称周昌华的《太阳娱乐文化有限公司》 由于我有按时付款 并没有实际参与 《虎海行动没无核行动》的投资 也没有获得任何投资回报 但值得注意的是 伯纳说是周昌华没实际参投 但电影和香港物料上 却有《太阳娱乐》和周昌华的署名 香港影视院洗钱的手段 内地也悬了过来 2002年建国第一金融药犯实选 利用7家金融机构 搞了场14亿的金融信用评论诈骗 被人民银行发现 当年3月 中纪委最后人民检察院 最后人民法院 国安部成立专案组侦查 后经查证 该案件涉及金额高达264亿 史称330专案 其中一部分钱 就被实选拿去成立了宝石影业 宝石影业成立后 连续拍摄了多部成本不高的影视作品 但却捧红了胡军 刘彦 黄晓明 佟大为在内的一大批男明星 比如2001年 史选用5000万投资大汉天子 黄晓明是男主 陈道明作配 而同一时期 北京五道口华清家园的房价 是4000元每平米 后来东窗事发 史选被判了死刑 缓刑两年 进了海口监狱 史选被判刑第二年 黄晓明 佟大为 陆毅 毛宁等人 在海口监狱 会帮叫献一新联合会 这也是这几人 从业生涯中 唯一一次参加这种活动 现在 影视圈也要洗钱 只不过区别是 之前有的黑钱 拍着拍着 确实想要拍出好东西 但现在最常见的是 没拍钱 就先说大制作 拍摄中 吹号资多少亿 请了多大的腕 结果等上映了 观众进去看 全是五毛特效 最好看的 也就是预告 你在网上骂奸 人家根本不在乎 反正钱早都洗完了 有钱还要啥名声 影视业 可以看作通俗娱乐 和洗钱沾边 也见惯不惯 但看似高贵点压的艺术品 其实也藏着洗钱的身影 艺术市场 是不是出现天价交易 牵涉金额 动了以千万 亿美元来挤 他们还会画廊 为保障客户隐私 嫌有披露买卖 说明我身份 这种做法 虽是业界常规 但却让艺术品交易 成为了洗黑钱的渠道 一个最简单的 通过艺术品 规规洗钱的方式就是 洗钱者 随便找一件 低价艺术品送拍 再雇人 高价把它买回来 当别人质疑 哪来那么多钱时 就可以说 自己的资产 是拍卖收益所得 曾经卖出2.8亿的 激钢杯 就被质疑涉嫌洗钱 巴西的桑托斯银行 前任行长 艾德马·西德·费雷拉 也动过 用艺术品洗钱的心思 2007年 他挪用了银行的 数百万资金 购买了包括 巴斯奎特 1981年的画作 和泥巴在内 90多件价值不菲的艺术品 之后 他将这些艺术品 走私到美国 为避免在海关处暴露 他在曝光时 声称每件作品的价值 仅为100美元 2014年 美国罗纳德·贝尔西阿诺 范多案 也涉及了利用艺术品洗钱 警方从宾夕法尼亚州的 一处仓库 查获了400多万美元现金 没收了大约125万大麻 和价值超过 61.9万美元的油缓 检查官指出 毒品交易商 通过艺术品 进行钱货交易 之后趁实际合适 将艺术品变成现金 2017年年底 毛利求斯的一家投资公司 伯福特证券 与在伦敦经营两家画廊的 格林公司合作 把通过诈骗 操作股票得来的钱 进行洗白 格林声称 将币加索1965年的画作 P 以670万英镑 出售给了伯福特证券公司 并伪造了所有权文件 但背地里 把这副作品收了起来 之后 格林假装从伯福特证券公司那里 以更低的价格回购这幅画 并获得非法转移现金的5%到10% 以上都是通过艺术品 进行简单洗钱的手段 复杂一点的 就需要一个精心不好的局了 比如 洗钱者早些年 就以未来有发展潜力为由 低价买到一个艺术学校 刚毕业的愣头青的作品 在接下来的几年中 和知名交易商合作 通过下车的子公司 或顾托 不停地在拍卖行中 自买自卖 炒高这个艺术家的知名度 及其作品的价格 大到实际成熟 价格达到高点时 手里的艺术品 就可以彻底出手了 到那时 要么就是真的有人来买 洗钱者白白赚钱 要么洗钱者 拿自己的黑钱买 黑钱顺利洗白 在这种情况下 艺术拍卖场就如赌场 艺术品就是赌场筹了 拍卖公司 就是一个大庄家 拍卖公司 在洗钱的过程中 起了强梁的作用 在洗钱者万事俱备后 直等着拍卖公司 来放这个烟幕弹 经过拍卖 洗钱者得到了一个漂亮的数字 在外人看来 这一切是按照程序来办的 没有一点破绽 而且拍卖法规定 拍卖公司 要为拍卖人 及买者的资料保密 那就更阻挡了 洗肺钱的消责企业 除了买卖艺术品之外 将艺术品作为抵押 来获得贷款 也是洗钱的一种方式 一马基金案中 一个注册名为 替进公司的公司 购买了十几个艺术品 至少花到了 2亿3582万美元 而这家公司 和一马基金案 总统刘特佐 关系不浅 同时这家公司 拥有总部位 苏黎世的瑞士安琴 私人银行的账户 并且也是马来西亚 国库流失的钱的 去向之一 2014年3月 刘特佐 将17个艺术品 作为抵押品 抵押给苏富比拍卖行 获得了1.07亿美元的贷款 之后这笔贷款 流入了开卖群岛的 某家名为38的公司 相比于银行 拍卖行 并不会被 反洗钱部门监管 数据显示 在截至2015年的四年里 苏富比的贷款规模 增长了两倍多 达到6.82亿美元 在2015年 包括摩文大通 和汇丰控股贷链银行 向苏富比提供的 可用于放贷的 循环信贷工具规模 就几近分分 达到10亿美元 不只是苏富比 根据德勤2016年 发布的艺术 金融报告中的数据显示 当年通过艺术品 进行抵押贷款 在美国市场的规模 已经达到150亿美元 至190亿美元 赌场也是洗钱工具之一 在开设赌场合法的地方 赌场作为资金密集产业 相当于卡棚的洗衣房 洗钱者通过把黑钱 混进赌场中进行洗盘 其中一种较为简单的 洗钱方式 就是请人代赌 洗钱者找到两个人 拿着赌金 进赌场后一起下场 比如赌大小 一个输等于另一个营 最后这些筹码 归到洗钱者手中 然后存入赌场的银行账户 最后转走 曾经澳门附近的广东农村 有的一个村子都是带赌的 他们的身份证 可以自由进出澳门 所以每次带10万20万过去 通过赌场存钱后再回来 还有一种方法是 洗钱者直接给人民币 住在洗钱的 就在澳门 把澳门币 或者赌场筹码给洗钱者 之后洗钱者再到赌场去 拿着这些筹码转一圈 然后存入银行 再转走 杜拉克声称 这是在赌场里赌赢的 所以赌场里 不仅有杀红颜的赌徒 还有一些小心翼翼的洗钱者 日本的薄青哥 也是类似赌场的洗钱地方 上世纪20年代 弹珠机只是儿童玩具 到1930年左右 明古屋附近出现了 作为城市消遣娱乐的机器 当时兑换的礼品 只是糖果 随着弹珠机的流行 经营薄青哥的各个商会 开始加入自行设计 制作祭台的行列 兑换的奖品也增加了香烟 薄青哥的玩法也很容易上手 玩家先购买一定数量的钢珠 然后操控游戏机的扳手 把钢珠送入机器指定的小孔里 如果成功进入指定的区域 玩家就有机会抽奖 获得更多的钢珠 屏幕上随机出现三个数字 所有数字都一样就中奖 之后赢了钢珠 拿到前台去换礼品 然后再把礼品 拿到街头专门的地方 去换现金 礼品中 除了一大堆食物 饮料 啤酒等日常百货外 还会有黄金 数据显示 日本人每年花费在薄青哥上的费用 是拉斯维加斯 每年薄产收入的30倍 超过了新西兰整个国家的GDP 如今由于互联网的发展 互联网洗钱也愈演愈烈 利用计算机等高新技术 利用衍生金融工具 提供的复杂金融服务 隐瞒和掩饰犯罪收益 已成为现在洗钱的重要特征 最开始是利用网上银行进行洗钱 网上银行刚建立时 相比于银行柜台时时间供人说 使用的是虚拟身份进行交易 网银盾技术 虽然可以保护客户的权益 大家组合了对客户的交易和业务的调查 比如2012年11月 谢某通过向他人电脑植入木板板件 在被害人购物的时候 将其支付宝账户余额 转到自己账户当中去 为了逃避侦查 谢某用互联网交易平台寄行了洗钱 首先他利用被害人的支付宝账户 向中国联通天摩旗舰店 购买了手机处置卡 因为中国联通天摩旗舰店的处置卡 购买存在限制 每次只能购买5000元的处置卡 所以谢某进行了数十次的交易 直到账户内的金额被用完 然后他将储置卡在淘宝网站出售 并与购买者商量 只将储置卡的账号密码出售 而并不是相应的卡片失误 购买者将款项打入 谢某指定的支付宝账户中去 最后谢某再从支付宝提现到网银卡中 从而完成整个洗钱过程 经过上面一系列的活动后 谢某将被害人的28万余元的款项 成功转移到了自己的账户中去 网络赌博也是互联网洗钱的一种方式 赌场建在网络上便可以运营 并不需要固定的地点 也不需要固定的人数 投注也利用第三方电子支付服务进行 相较于传统赌博方式 网络赌场的保密性和灵活性都更高 而且其不固定的交易方式 也加大了侦查难度 网络赌场的新社 让新的博彩支付方式兴起了 行内人将这种支付方式称为跑分平台 那些在网上打着轻松日入千元 本金越多佣金就越多 宣称只需要提供各种微信 支付宝的收款二维码 就能收取高佣佣金的兼职 就被称作跑分 脱去顾总而言他的说辞 跑分平台其实就是第四方支付 而且还是为了躲避公安机关的打击 眼神而来的 利用大量普通网民收款码来洗钱的手段 所谓第四方支付 是相对于第一、二、三方支付而言的 早期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是第一方支付 后来买家没带现金通过银行转账 银行就是区别于交易双方的第二方 这就是第二方支付 第三方支付就是常见的支付宝 微信支付等 而第四方是搭建在第三方支付之上的 聚合支付 通过一个二维码 可以扫微信 也可以扫支付宝 银联、云闪付等 但有的第四方支付平台 没有经营支付结算业务的许可牌照 做的却是诈骗 网络赌博 洗钱的生意 整个跑分流程可以大致分为四个部分 赌客、博彩网站、跑分平台 参与跑分的用户 通常参与跑分的用户 把自己的微信或支付宝收款码和押金 提交给跑分平台 跑分平台和博彩网站合作 为博彩平台提供收款码 赌客在博彩平台充值时 博彩网站拉出跑分平台提供的收款码 完成收款 博彩网站把订单同步给跑分平台 完成抽用结算 跑分平台扣除参与跑分用户的押金 并支付用户一定比例佣金 无数个跑分用户 让资金化整为名 而每个跑分用户都是资金化普通人 每天有很多笔正常的交易碗 一两笔黑钱 参与在里面很难辨别 之前某款APP利用 幸运飞起 香港六合彩 福彩3D等各类赌博游戏 投注充值渠道也十分齐全 不仅支持微信 终合等方式下注 玩家还可以通过银行转调下注 在微信充值下注的选项中 根据所充值金额的大小 玩家可以有6个微信收款码进行选择 下注10元至100元 扫描收款码显示的收款方为 轻某个茶桌 投注301元至2000元 收款方则为个人账号 如某某节某某件等 而在支付宝充值下注选项中 7个收款码中 有4个收款方为个人支付宝账户 如某行某羊等 其余3个为淘宝商品代付二维码 收款方也为个人 除此之外 银行转账的收款方多为商铺 如广州某美服装店 广州都某建材部 之后这些被转入个人账户中的钱 支付转到指定账户中 而这些将自己二维码 租赁出去的个人 他们则需要向程中峰 支付不笔的押金 据湖南都市报道 6名00后大学生 被右偏下载App板卡帮人洗钱 3个月转账超3000万 2019年 内蒙古通流 破坏起利用二维码收款的 特大跑分洗钱案 涉案金额超过50亿元 人数达1万 基本都是学生和农民工 截至2020年年底 全国各地侦办跨境赌博案件 达1.4万多起 没钱年背后 都有上千甚至少万人的 跑分团伙 近年 随着区块链技术发展 和加密货币的火爆 出现一种新的洗钱形式 NFT NFT又叫非同质化代币 从技术上来看 NFT是一种基于区块链技术的 7月的数字化凭证 具有可验证 唯一 不可分割 和可追溯性等特性 可以用来标记特定资产的所有权 去年3月 在家世的拍卖行 NFT数字艺术品 每一天 前五千天 拍卖出6934万美元 刷新了数字艺术品 成交记录 NFT本身具有一定的金融属性 在添加NFT艺术品出现后 更多投机者 找到了新的金融炒作工具 所以NFT 作为洗钱的一种方式 也人尽皆知了 洗钱活动 自20世纪20年代 在美国出现后 时至今日 已经发展成了全球性威胁 除了上面说的 洗钱的手法和步骤 也千变而化 名目凡多 地下钱庄 慈善机构 保险 酒庄 饭店等 都是洗钱的沃土 洗钱不但影响着 世界经济的正常运转 更是逐步渗透了金融 法律 外交 军事等更多领域 政治化倾向越来越突出 洗钱势力旁的 国际反洗钱政策 也在密集出台 1998年 联合国大会 发布反洗钱行动计划 6月10日 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 第二次见 共同应对世界毒品问题 特别会议 通过了反对洗钱 政治宣言和行动计划 2000年 联合国通过 联合国打击 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 采用了埃格蒙特集团 对金融情报部门的定义 并督促各国 打击洗钱活动 并考虑建立 金融情报机构 作为收集 分析和传播 永远通过洗钱信息的中心点 2019年2月 全球反洗钱标准的 制定机构 FATF 制定了更详细的实施要求 将蓄意资产服务提供商 纳入监管法 近年来 我国检察机关 也在不断加大洗钱犯罪 惩治力度 2020年 全球检察机关 共批准逮捕洗钱犯罪 221人 提起公诉707人 就2019年 分别上升106.5% 和368.2% 可以说 在监管层面 洗钱行为 已经被严酷 而从个人而言 你的钱上 虽然没有做记号 但是每个赚钱的行业 所有的资金往来 都有一个路径 在路径上 钱的进出往来 都属于自然节点 因此每一张钱 也都有自然乱笼去买 希望你制服有路 有机会钱多到 没地方放 也希望你生产有道